这次的专题,我们以本章图中的拱形隧道为雏形进行设计,并试着通过力学计算得出最佳的形状。 进行场地测量,这是我们画的草图,并进行建模以及场景模拟。 由于材料受限,所以我们决定以损毛结构进行拼接,生计出了图上的结构,以及三项连接的损毛结构。 并且我们把立体的部分以平面的方式进行切割。 起初我们尝试使用镭射切割,但容易烧焦,所以我们改用CNC木雕机切割。 在柱子的部分,我们使用绞灶机并配合立式带锯机进行切割。 而亨量的毛口,我们则以手持机具进行裁切。 纵向连接的部分,我们则以木工切割机进行有技巧的开槽。 处理好的部件,我们进行打磨以及上护木机。 并以木工胶进行粘合。 接着我们开始制作蹲坐。 先将旧报纸以水浸泡,并加入水泥搅拌均匀,再倒入魔菌中,并进行抗压试验。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,我们开始实地组装。 先架设雷射,再拉水线定位并埋入蹲坐,之后将柱子及纵梁进行组装。 接着,组装弯拱的部分,再接上横梁,最后装上纵向连接。 结果在完成后数日,遭暴雨虽缠,造成多数断裂。 所以我们决定以铁套筒加固接合处,并改变施工顺序。 用西立康填补缝隙。 最后使用护木漆补墙不足之处。 终于成功完成作品。